台塘公司在台灣整體經濟發展也有共產 各位同學,我們看左邊的鞍鎮,在鞍鎮鎮的鞍鎮鎮 你看到一邊,差不多三四年紅色在鞍鎮鎮 紅色在鞍鎮鎮,上面有一些坑洞 造成那些坑洞的鞍鎮非常的特殊 這是二處宿舊大戰,美國門真封鎮的時候,少數留下的彈孔 在紅色的鞍鎮邊,邊緣的一些坑洞 這是日出世界代電,美國門真封鎮的時候留下的彈孔 我們繼續到前進 各位同學,我們列車即將煩惱,我們要開出我們鞍鎮的阿檬 我們就車開出鞍鎮的阿檬 後來,各位同學,你們所看到的江蘇一望無際的榮田 以前的榮田都是我們政黨的車 他們現在不在客廠 所以說,都輸出給榮田,種子雜貌 那像是這個金植支柱,還是紅色 人家鄉慶的賬,有四五千塊 前台湯公司都總共有五萬多種性的土地 如果在台灣,在台灣擁有最多土地的 這個人就要算林露局,林露局他擁有最多的土地 但是林露局的土地,都是重生盡領之間 這個人怕很高的 那如果我們台湯的土地都在平地 它的價格非常的高 說懂的,在台灣就有錢的地址 肯定就一定要由我們台湯來擔當 一定的故事說 我們這個車前這兩隻機關車頭 是30年前,1977年的時間 由西德進口 由西德進口 這種機關車頭,它的名字叫做德馬排機車 德馬排機車 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不會說它的引擎是採用賓士的 採用賓士引擎 這個機番車頭 他設計上,雖然說放不放不放現在 放不放 腳踩一下下跌 他也不太痛這話 痛過